好 我們開始了 來 我們要介紹一下這禮拜講的是基地平面圖 什麼叫基地平面圖 其實平面圖我們介紹過了 基地平面圖就是說它的尺度更大 它的那個scale 對不起 比例子更小 它包括這幾個圖面 位置現況配置圖 那我們要跟各位介紹這幾張圖主要展明的內容 這在我們移檢裡面沒有 我們秉檢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移檢裡面有考面積計算表 那面積計算我預計是下禮拜的課程 預計 不曉得講到講不到 等一下會介紹地基圖套會 不曉得講到講不到 沒關係講不到 你們就去看 以前的影片 然後基地平面圖其實繪製不是繪製 大部分都是套會 都是拿現有的圖面去套會 然後 因為地基圖跟騰本有關係 也介紹一下騰本的申請方式 然後呢 下個禮拜我們介紹面積計算表 全套完成之後 才返回面積計算檢討 也就是說 等我們全部圖面完成 才會做A1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其實是應該在後面放在後面的 那因為我考量那個 這個圖面內容的那個難度生意度 我把它擺在其中考前 因為這張圖裡面這個重要性很重要 重要性很重 好 來我們看一下概說 好 基地配置的內涵 什麼叫基地配置 他有一個在我們施工圖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法規的檢討 可是這個部分其實很多人不一定弄得懂 但是我覺得說你大概懂就好 懂幾個基本的概念 什麼叫建幣率 什麼叫容積管制 什麼停車空間 那 一些基本的什麼叫做樓梯板面積 然後 有一些居室面積 怎麼計算通風採光 停車空間 簡單的概念要懂 其他再深一點 那個是留給建築師去考慮 好不好 那連土木祭師傅一定都懂 法規的部分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懂 有建築師還是不懂 他只限於他所專業的 建築師有分很多種 有人專門蓋醫院的 有人專門蓋運動場的 有專門蓋學校的 有人專門做透顛的 那那個不是 那個集合住宅的 住宅來講佔了我們建築業90%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這方面建築師會比較多 最特定的建築就有專有的建築師 好 那再來有一個現況的量測 你要去量測基地 各位學的測量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現場就量出來 然後你可以量 你現在用全站儀都非常方便 你用光線法可以定出坐標 前方交會法可以定出坐標 那由坐標在CAD上把面積算出來 那CAD上的坐標我大概會簡單介紹一下怎麼算面積 那一樓 配置的情況 那再來是一樓兩板高層協調圖 各位知道一樓的高度決定的這個大樓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一樓弄錯其他後面就錯了 所以一樓很重要 這高層協調圖 鋪面 設施翔土 植栽平面大樣翔土 雜像 這部分你都會看到 最終這邊都已經快完工了 才會處理這些東西 OK 好這基地的 這是用飛機木做成的一個基地的模型 這是 國外 這是國外的一些 我從國外一些雜誌上翻拍下來 好那我們介紹什麼叫基地位置圖 又叫做現況圖 他是由都市計畫或市街圖套匯而成 說明工程的位置方位林地跟進出道路的狀況 那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的時候編定的情形 你知道我們國土還有分為都市計畫區 跟非都市計畫區 所以這個位階 因為你要知道國土計畫下來有都市計畫 這部分你要弄清楚 那比例子是從500到1萬分之一 不等 你申請執照一定要有這一張圖 這叫基地位置圖 這就是位置現況圖 這一個地方是在左營 這一個地方是在左營 左營 那 這個地方是龍總 好 你看一下就好 你看這個 柱山 公 12 公園預定地 喔 那看一下柱山 這邊已經寫出名字 時代絕底 公絕區 你看14R 14層樓RC 15層RC 16R 這應該是屋圖層 這邊16R 這屋頂增鑑的部分是不是合法 這邊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我們所謂的地基圖 你看他的CAD裡面看到的圖是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這圖都可以去買的 他可以用買的 一般事務所都會買這樣的圖 那位置圖主要載明的內容 我們看一下 基地位置 基地方位 四周的像 防火像 這個有時候 其實差別是比例子不一樣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 哇這怎麼是這麼多 很接近 喔 那房屋的層數構造 剛已經介紹過有沒有 層數跟構造 然後呢 排水系統 其實基地裡面很重的是排水系統 各位 沒有在鄉下待過 鄉下其實土地大一點都要很重視排水 不然你的基地會積水 喔 那都市基地會套繪 套繪有幾種啊 早期的年代是 那個手繪本的時候 我們都要藉由 描圖紙去描 那現在用電腦怎麼去描圖 這描圖越來越少了 因為現在測量幾乎都已經數位化了 早期的測量結果還是圖紙化 我在 二十幾歲的時候在測量公司待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全部的測繪都是用圖紙 都用鉛筆在畫 包括 那個 還用平板儀 現在誰用平板儀了 然後用鉛筆畫 那但苗子各位知道 在戶外工作會曬太陽 有時候會流汗 苗子在手汗放下去苗子會收縮 所以那個有時候畫起來 真的有的精確度真的蠻糟的 所以那時候早期都是用套繪的 這邊有高頂套繪的內容 地號 境界線 計畫道路的名稱 寬度 附近建築物的層數 構造 接鍋外 二十公尺的範圍 這是位置圖的 要 畫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基地外 二十公尺左右的情形 那還有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商業區 住一 住二 住三 商一 商二 商四 商五 商業用地 那容積管制不一樣 區域計畫 那可以併入現況圖表示 森林執照用 這就是位置圖 你看這個在中華二路上面 那位置圖它都會有一個 圖粒 它會填顏色 你在CAD上面用顏色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這個時候就要彩色出圖 記得 OroGate可以彩色出圖 只是施工圖沒有彩色出圖 沒有彩色出圖 這一張是送給建造省照單位用的 不是施工在用的 跟你講一下 他有一個圖粒嘛 申請用地我就塗紅色的 我蓋在這裡 計畫道路兩邊應該是棕色線 他應該這個要畫 他沒有畫 建築線單點線畫在這邊 這個我以前在畫一樓平面就有注意這個 地間就是雙點線 建築面積 他用塗紅色 現有的巷道 他是沒有畫出來 這就是巷道 那法定的空地是綠色 這邊也沒看到 現有的房屋打斜線 他這個很懶 他這個都沒有畫 其他可以去現場套位出來 在紫北深 好 這就是了 這是黑白印出來 台南那時候在 這個案子在 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距今現在是 四十年三十幾年前的案 那時候 開始有三十年前了 開始有電費了 那開始有電費的時候 就很新穎就這樣用電費來畫出來 就在台南以前 他們叫永華路二段 市政中心 台南市政中心在這裡 你看他申請用地在這一塊 OK 那這個是在 有一個建設公司的 那他在二勝路 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看到位置圖就很清楚 有沒有看到 這條是復興山路 這條是二勝路 那這個基地在這邊 旁邊這個修文街 一百九十四項 所以這就是位置圖 你看scale一萬分之一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個圖面 原來印出來是這樣子 OK 好 那都市計劃有著色標準 我把它圖這樣讓各位印象深刻 商業區一定是圖紅色 停車場用橙色 住宅區用黃色 公園綠地就是綠色 河川水域就是藍色 機關用地用深藍色 這個應該叫青色 學校用地用紫色 工業區棕色 火葬場要燒走 就變灰色 燒完了就是 燒完就是灰了 人生也沒什麼好計較 真的 好 你如果面對生死看得多了 會有點悲觀啊 但是其實人生不就這樣嗎 好 你在怎麼樣的人 有時候全市民意看不透很辛苦 好 這是現況圖 現況圖 都是都市計劃地形圖套位出來的 或自行撤會地形圖而來 這兩個 然後呢 他從建築基地四周環境的情形 這剛剛都講過了嘛 對不對 這樣 500到1萬 森林執照用途 這就現況圖 這塊地是文武高又預定地 這塊地是在民國那時候 80年左右 那時候我在政府單位服務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畫了一隻魚 各位應該清楚 這就是魚溫 這是文武高 就是現在所謂的那個 這條是明城路 當時都還沒有開 那過去就是附頂巾 那當時我們到這邊踏勘的時候 開玩笑 這都田 這田地 這是魚溫 所以這個是 這是體 露體 這是河流 這條是河流 這是個溪 那這邊有高高低低的 那這一個地方後來填土變成現在的高中 下面是個運輸群 是一個運輸群 那這邊有一個 北邊是金師湖 這金頂路 好 那這個是有一間學校的一個 平面圖 這個學校如果你認不出來就要打屁股了 好 這個學校是 是我們的嗎 好像是 好像是 這個學校你都認不出來真的要打屁股 你都不知道這個學校你在這個學校已經待了三四年了 你還不知道 這就是這個校地 本來期中考要考這一個 你把校地描出來告訴我學校幾平方公尺 這邊有土力 不過我改了 會不會考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這個就是 那個校地的平面 基地平面圖 你看 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印象 好 那這棟是那個 這電子的 這幼稚園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邊是旁邊後面是長坑醫院 對不對 好那這個是現況圖 一千分之一 我從CAD抓下來的 申請位置住 這個是一個 游有建設的基地 游有 這在中華路 好那這個是熱河街 南邊是九爐路 是中華路這邊朝西 這棟到了朝西 但是你從位置就看得出來 你看周圍這麼多圖面都畫得很清楚 那這個圖面都是去買的 不是自己去畫的 有一套 市務所裡面都有一套 剛剛是都市現況圖 圖面 測量公司測出來的 那這塊地是在鋼山 鋼山活動中心 這一塊地 三千分之一 五百到一萬 所以三千是OK的 這條我記得好像台一線 好吧 還在南鋼山這一帶 好 那現況圖有講這些東西嗎 對不對 方位 一定有指北針嗎 對不對 方位 建築線要指示 在沒有都市計劃區要提出建築線指示 或指定 兩個都要去做 沒有 計劃道路啦 沒有 對不起 指示是有計劃道路 指定是沒有計劃道路的時候 你要建築線指定 要申請 那 計劃道路中心霜 因為我們房子蓋的時候一定是離道路多少 從不能蓋出道路境界線 所以要去指定 或指示 來 那四周林地使用的狀況 剛剛已經看到了 有有那張最清楚 有沒有 林地的狀況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M 這邊有一個4R 這邊4R 5R 好 那你看到這1M M應該是指了那個鐵皮工廠 以前是寫T啦 這附近很多工業區用地 好 你看到這個基地是這個樣子 工業遺種用地32 這住宅 這住 所以這個使用分區他有切割 中華路這邊過來30公尺是住 我 這邊是工業遺種 工業遺種用地 有很多在蓋工業宅那特別注意一下工業遺種用地32 這一區很多工廠印刷廠什麼都在這裡 OK 好 那你看到這個的話 四周林地使用的狀況 四周排水的系統如何 山坡地要加匯地形測量 那這個就是金山 這文武高 文十四宗 這邊是國中遺定地 這高速公路 那這個以前金師湖 你要畫一個漁池 所以以前這一帶都是漁溫 這一帶 那這一個是那個 明成路那間高中嘛 對不對 這麼大一塊 預定地 OK 好 那 這是基地的一個整個 國外建築的尺度很大 蓋起來很舒服 他們人也很少 比例 人口的密度 人少 所以他們蓋房子有他們的考量 不像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非常擁擠 人的信仰也是一樣 OK 那配置圖又叫做地盤圖 基地四周林地的界限地號 都是地級圖套會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地級圖套會 比例子 500到1000 它大一點 森林執照用圖 這就是配置圖 這以前我服務的學校的圖面 這圖有點扭曲了 故意把它扭曲了 因為房子不可能蓋斜邊嘛 這以前的舊 這很早以前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這大門 這是坐南朝北 然後這邊是左營大陸 這是兩棟郊學區 這是各棟實習工廠 這是活動中心 這四色科 家具科 這就是 這就是配置 看得出我們整個配置的情形 這個是 金門大學的校地配置 你看他學校主要活動中心 土木系館在這裡 學餐 所以如果你去過金門大學的話就知道 他也不大 但是 金門大學其實 我覺得換個角度去想還好啦 他沒有那種都市這邊 他其實是 跟中國接觸最近的一個地方 他有他的特色啦 可以去看一看 你看本案申請的位置在這裡 他講得很清楚 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個土曆 紫北鎮 那個有空去走走看看 我們學這個東西 總是多看看就是好的 那這是各位最熟悉的 校區平面圖 懂了嗎 澄清路 這是神農路 往長根 那這條路 以前土木系館在這裡 被這條路切開了 其實我們需要校地很多是租的 不是學校的 如果你清楚的話那就 很有趣了 我們現在很多跟農田水利會租的 校地 我們其實校地沒有很夠 這了解就好了 講到這邊就好了 整個校地平面這樣 我們那個下面有個大華土基層下面那個山坡地上方也是我們需要租的 所以你要弄清楚這邊有那山坡地 我們校地大概這麼大 OK 那配置圖主要要展明的內容 基地方位跟建築物的作項 你會發現都好像對不對 比例史不一樣而已 地基圖套匯基地四周的林地 包括界線地號計劃道路 建築物的位置 排水系統排水方向 水準點 這是繪圖的土力要求 有沒有看到 這是工會的準則 住宅區是黃色 商業區是紅色 剛剛講過了嘛 然後土地界線的話用深綠色叫地界線 建築線用紅色單點線 計劃道路用褐色 防空室 地下防空室要打個叉叉紅色 以前我們在畫圖的時候畫描圖紙 然後要用色鉛筆上色 現在都沒有了啦 那鄰近防護不著色 打斜線45度 空地是綠色 旗樓 黃色底 紅斜線 這個很特別 你們那個有時候考 檢定的時候他會考這種內容 新建修建改建真建都是紅色 防火象用綠色 河川藍色 退縮地黃色 所以剛剛不是講過這些東西了 使用分區商業區紅色住宅區是黃色 工業區是紫色 中色中紫色 農業區是綠色斜線 風景區是綠色 所以呢你可以看他大概情形 所以 知道就好了啦 這是工會建築師工會的土力 那配置圖著色的標準 這個剛剛都講過了 有沒有 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OK 建築線 所以各位在畫平面圖有沒有看到單點線 有沒有看到雙點線 這你都看到了 線有向到褐色 OK 好 那旗樓 鞋底黃線 這剛剛都介紹完了 那這個塗層是現階段他規定的塗層 包括要塗層名稱 包括你要用顏色去設定 我沒有考到這麼細 這個是你當然他連那個顏色 RGB2540 0.96 R是紅色啦 G是綠的嘛 B是藍的 所以這三種顏色裡面你要設定 他的號數 決定這個紅色 他都還規定的這麼的 要求這麼多 所以現在塗層的要求 如果送執照的時候 這張A1 你們這個圖裡面有照這個會不會退 喔 防火鍵格 潛綠色 用這個 160 224.0 知道 所以要去找 OK 好 那這邊也是跟剛剛講的 其實跟剛剛那個工會準則 大同小異 定的更細 還要定英文名稱 他都給你了 OK 這是他們那時候圖層準則裡面的要求出來 我們圖木的圖都沒有 建築才有 那再來還有日照分析 這是比較詳細 樓層比較高要做日照分析 就是 以一天 一年裡面最少的日照是冬至 不足一個小時 著色的地方 看 許不許可 你如果蓋房子太高 旁邊會不會影響到日照 所以那個大樓絕對不可能 緊鄰的基地旁邊蓋 除了前面是路 他在後面旁邊他都要留一些 因為有日照的關係 好 如果能夠清楚基地平面圖的意義 能夠了解位置圖 現況圖的內容 清楚配置圖的載明內容 日照圖 好 那就重要 面積計算跟那個 描繪我們 等等再說 OK 好 我們